今天是2020年3月25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收评节目 今天A股基本上是一个高开然后横盘的表现 虽然中午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小波动 但那个也是因为受到了美国三大股指期货 中午剧烈波动的影响 因为中午的时候有消息传出 说美国参众两院是终于通过了2.5兆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另外盘面上整体来说 今天依然是属于一个超跌反弹的表现 深圳三大指数的涨幅要比上海市场略好一些 那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会用比较大的篇幅 来说一下对于美国股市和A股后面的一些看法 那我们先来很快过一下今天的龙虎榜数据 今天主要获得机构席位增持的一共有10家 分别是第一家力讯精密属于苹果概念 今天机构席位是减持了6962万元 不过深谷同席位则是增持了2.7亿 对冲以后最终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1.99亿 第二家蓝丝科技同样是属于苹果概念 今天机构席位也是减持了2633万元 不过深谷同席位也是增持了7141万 对冲以后最终今天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4508万元 第三家农平高科属于农业板块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1352万元 深谷同席位也同步增持了6025万元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7377万元 第四家新华制药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2797万元 深谷同席位也同步增持了2951万元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5748万元 第五家中加博创5G概念 最近三天是连续拉出了三个涨停板 今天又是获得了机构席位增持9428万元 第六家科兴技术 也是一个5G概念股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1068万元 第七家利欧股份 属于数字营销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4077万元 深谷同席位也同步增持了2.55亿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2.96亿 第八家福安药业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1307万元 深谷同席位也同步增持了797万元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2103万元 第九家义维里能 属于特斯拉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4499万元 深谷同席位也同步增持了1.4亿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1.85亿 第十家新化股份 带有一些防疫的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1478万元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北上资金个股数据 今天北上资金禁流入前5名的分别是 贵州茅台禁流入4.91亿 中兴通讯禁流入3.51 宁德时代禁流入3.2亿 耀明康德禁流入2.98亿 力训金利禁流入2.69亿 从今天的龙虎榜和北上资金禁流入前5名的榜单中 消费和科技明显是两个大头 并且我们看到了像义维里能 力训金利 兰斯科技 宁德时代 这些在前段时间里面跌幅比较大的个股 今天外资都是有一个回补仓位的动作 而今天北上资金禁流出前3名的分别是 中国平安禁流出3.7亿 伊利股份禁流出2.52亿 海螺水泥禁流出2.27亿 接着我们来聊一下对于美国股市后面的看法 在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 美国股市还没有开盘 今天美国股市会怎么走 这个比较关键 因为在2.5兆美元的财政磁击方案通过以后 美国股市会不会在尾盘出现一些利多出境的表现 这是一个需要去关注的方向 接下来美国股市下一步的下跌 什么时候会开始 并且会跌多深 这是一个我们也很想知道的问题 但是目前的情况 我们只能说美国股市出现下一波大跌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什么时候会开始还真的说不好 我们这么说的理由 简单归纳起来就是两点 首先基本面上 我们知道美国股市表现的是美国经济的好坏 现在的情况和2008年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当时是因为流动性的问题 导致了经济层面上市场需求的减弱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需求和供给这两块同时出现的问题 所以光靠美联储无限量撒钱 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说的极端一点 市场现在已经有了经济衰退的心理准备 但是如果出现比较极端的情况 比如说如果出现了经济萧条 那么市场准备好了吗 其次技术层面上 虽然美国道成指数昨天是大涨了11.37% 但如果你去回看一下 美国股市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你会发现这种大涨往往都是出现在熊市里面 并且还都不是出现在熊市的尾端 往往都是出现在熊市的中间 上一次美国道成指数超过11%的大涨 是出现在2008年的10月13号 当天道成指数是大涨了11.08% 但是随后我们看到道成指数 是从10月13号收盘的9065点 一路下跌到了6469点 当然现在我们还不能说 美国股市后面的大跌100%会出现 不过以我们的经验 一般来说美国股市如果反弹以后再度下跌 并且跌破之前的低点5%以后 那么到了那个时候 后面的这种下跌趋势就不可能会逆转了 另一方面这两天虽然A股连续两天是出现了超跌反弹 但是我们认为这两天A股的反弹并不是很理想 我们的理由有四个 第一这两天虽然是一个板块轮番反弹的表现 但是这个板块轮番的速度有点太快了 短短的两天时间里面 就已经几乎把所有的板块都轮了一遍 并且和之前几次强势反弹不同 这两天A股的反弹很明显缺乏反弹的核心主线和题材 第二虽然北上资金今天是进了入25亿左右 但是相比昨天的40多亿明显少了很多 这还不是关键 关键的是今天A股指数的反弹幅度明显要比昨天来得更大 正常逻辑下反弹幅度变大了 那么资金面小也需要有相应的放大 但是我们看到北上资金今天进入入金额却是比昨天少了很多 这种背离的表现不是一个好的迹象 第三和之前几次强势反弹对比 特别是和今年的2月3号那波反弹对比 无论是在创业版还是在主版 市场的成交量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放大 大家可以在软件上自己去对比一下成交量的变化 你会发现这次和之前几次的强势反弹 在成交量放大幅度上面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区别 第四 今天虽然上证指数是上涨了2.14% 创业版更是大涨了3.25% 但是大部分的股票 你会发现今天虽然都是红盘 但是收盘价却没有开盘价来得高 这里面第三点和第四点都说明了 现在虽然市场的抛盘不大 但同时市场的承接力度也非常有限 接下来今天留下的这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会不会去补掉会变得非常关键 那A股后面有没有可能会独立于美国股市 走出自己的行情呢 我们认为这个有点难 首先我们知道 虽然新加坡富士A50指数会对A股产生影响 但是A50指数和上涨指数的表现贴合的这么紧密 这个在过去并不多见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机构主导行情的特征 其次从A股的估值来看 现在大部分的股票如果从熊市的角度来看 这个估值不便宜甚至还有一些高 但是如果从牛市的角度去看 这个估值一点也不贵 这说明现在A股的估值正好是处在一个不上不下很尴尬的境地 这种时候就会非常容易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 如果说后面A股要摆脱美国股市的影响 那么就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外力刺激 但是很明显 现在中国官方公布的一些政策 无论是星期间还是其他的 还没有办法来承担这个任务 所以管理层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大动作 而这个动作的分量到底够不够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地方 所以综合这些从安全的角度出发 我们建议大家后面除了操作节奏要尽量短一点之外 仓位配置上最好可以是一个五成仓位 五成现金这么一个比例的配置 那么这是今天的收屏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